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 3月30号在b站开始播了一个时间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两个主题 第一个叫做命理过山关 第二个叫做混蛋流年 命理过山关 混蛋流年 欢迎大家今天的准时收看 容易乱乱说 ROONV 还有一个义理爱好者 你们好 在今天 在今天其实就是有人 在我的影片下方他留言 他就说你懂不懂 命理过山关 命理过山关 什么叫命理过山关 你就把你最有把握三个 降出来 然后呢 就要让客人呢 就是收钱 再批命 什么都不讲了 就这样子讲三个你认为最准的 好猫大王你好 不然的话你这样子客源会很少 小学生你好 结果呢 各位 你知道吗 我是怎么回答他的 我就说 你还在面里过山关 你那个不知道是 你那个是古早的观念 我是一个完全没有命相管的命理师 请问我的客源在哪里 我的客源 就是你看到的影片 你看到的影片 你 你只要感兴趣 就自然找我 我不用验证什么东西给你看 各位 你知道为什么我要回答他这一个 因为 他是一个 很标准的 主客地位颠倒的一种状况 主客地位颠倒了 我们批命 有一个东西很重要 叫主客地位 为什么很多命理师 总是很喜欢跟人家讲 哎呀我验证过去准了 对不对 我才会收费这一些的 各位 那叫自寻实录 那叫自寻实录 他这一种的 其实啊 命理师跟业务员是一样的 命理师就是一个业务员 你们有当过业务员的都知道 尤其是那个保险业务员 你们要去跟人家讲保险 然后呢 对方 就要不要了 然后你就说 那不然的话 我退你一些佣金啊 怎样的 然后结果呢 搞到最后呢 变成是 你佣金全部都退他了 你佣金全部都退他以后 他还在觉得 你好像有赚呢 各位 你都把底库都扒光光的 他还认为你有赚 他对你呢 还是怎样 没有任何的信任感 这个就是一个 在批八字 也会面临到 同样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 现在很多客人呢 他就很想跟你讲 你要把我过去批准了 我才要给你算 各位 是不是很多人都要求这样 各位 因为他把主人的这个地拉起来 命理师 他变成 客人 也就是说 命理师的地位 比不上这个 客人 所以你一定要照我的要求来 可是各位 你要了解 我的客员 我不是要证明我很厉害 客人才给我算 我从来不干这种事 甚至有些客人太过嚣张 我直接就要滚蛋了 被我退的客人 非常非常多 我不愿意算他们 因为很简单 我不欠你这个客人 我不欠你这个客人 当中还有一个客人 我印象很深刻 他来找我 然后他就问 老师你批命多少 你批命的服务项目有多少 那你要怎么批 他问到我很烦 他问到我很烦 我直接跟他讲 我不批了 你去找别人 结果呢 你知道吗 隔了一年 隔了一年 这一个人呢 一样来找我 那他这一次是怎样 老师我要找你批命 好啊 找我批命 那我账号 备用多少 就这样子给他 他不敢讲话了 他不敢讲话了 你知道吗 那就乖乖的 所以各位你要去了解 我们在批命的这一个过程当中 我们命理师 常常会犯了一个错误 希希你好 我们命理师常常犯了一个什么错误 我要很厉害 客人才会来 这是最烂的命理师 我先跟各位讲 这是最烂的命理师 那时候 我师公在教我们的时候 我师公他跟我举了一个 你不要当十对九重 叫做烂神棍 你十对九重 九成的命重率叫烂神棍 十对二重 真神算 那时候的我 没有当命理师 我不知道 我的师公 他在跟我讲的是什么东西 我那时候我完全不知道 我会跟在座的各位一样 不就是要准吗 准了人家就会来找你 各位 为什么 有经验的跟没有经验的 是不一样 就是不一样 绝大多数你们都不是职业命理师 所以你们都会觉得 我要很厉害 人家才会来 可是 却有 十对 十算九重 叫做烂神棍 十算九重 九成的命重率 被人家叫做 神棍 地球人你好 那 十 十重 二 两成的命重率 说你神算 你太厉害了 各位 怎么会有这种 差距 我相信 你们是 不知道这里面当中的原因 因为你们只会说 老师 很准 这样子应该人家就会来 刚好相反 刚好相反 你的主客地位 只要没有掌握住 你的主客地位没掌握住的时候 你呢 就会面临被考试的命运 就很像那一些人 一直在那边讲 命理师一定要把过去批的准 我们才会给你批 跟你说各位 这种客人你不要收 而且呢 我也常常会讲一件事 我也会跟他讲 我遇到这种客人 我也会跟他讲 你要求 人家要算你 是过去要批的准 那你为什么会来找我 你为什么会来找我 你以前要求命理师 也一定要把你过去批准 你才给他批未来 那为什么你现在还要来 找我勒 表示 他过去批准了 批未来 一样不准 各位 所以他才要换命理师 假如很准的话 原来的命理师就好了 就很像我出道6年 有第7次来找我的 每年都来找我 什么 因为他觉得还OK 不用换 不然你为什么要换命理师 你不是说过去验证准吗 对不对 所以 这个就是一个很标准的主客地位 他是一个很标准的主客地位 所以我们在批命的时候 这个主客地位 你一定要拿捏 这种主客地位 你一定要拿捏准 我先跟各位讲 没有客人在给我 他就在那边给我大小声 就只有我大小声客人而已 所以 你们就会知道 我们做业务 我不是那一种 人家讲的那种小业务 有客人来 我都要对他很好 我们没有在分那种的 跟你说 我们不欠这个客人 你知道吗 我们不欠这个客人 所以 来讲 我要很厉害 客人才会来 这个观念 你要改变 我们是怎样 客人呢 为什么 10对2 客人说你很准 因为 你直接批中他内心的 那一块 你直接批中他内心那一块 就够了 一位客人怎么来找你的 他就是有一个疑问来找你的 那一些人说你要批准 我才给你 给你批的 跟你说的那一些人 都到处在找面丝 了没有解 你不要去 你不要去跟他讲 我要证明我很厉害 他到最后 他就只会一直问你 一直问你 问你 然后呢 问到最后 只要有一题不对 他就给你 呵呵 你就是这样而已 多厉害 这种人的态度就是这样 所以不用去管这一种 对不对 要的话就跟他讲 我批命多少 付费再说 他假如真的 他假如真的 有这个需求 他一定付费 他假如没有这个需求 他也不会找你 好 所以各位哦 你要去了解 这个主客地位是 我们在实际在批命里面 最重要的一点 你在这几天 你假如有看到 你在看我直播的 你都会发现到 只要呢 克勒这些网友 他自己擅作主张 我没有说我要批八字 他妈八字拿出来 绝对被我狗干 这几天有在看直播的 都知道 哎 老师啊 我的八字啊 这个八字是什么的 我有教你讲话吗 哎 各位 你就知道哦 我算命的过程就是这样子 我算命的过程 主动权是在我身上 不是在你身上 哎 你会觉得 老师啊 命理师不是服务业吗 付钱 谁说你付钱我就要听你的 你要记得一件事哦 命理师面对的是什么 我们面对的是人生问题面 有问题的 才会来找我命理师啊 也就是说来找我的都是衰人 来找我的都是衰人 那在这种情况下 除非他是我以前 他在衰的时候 经过 经过我的建议 他变好了 那他 这一种的 那都另当别论 但是呢 今天我们是命理师 我们都知道啊 你第一次来找我 你一定是有求于我 就是你身上一定有问题 也就说你现在一定在走衰运 那我身为一个命理师 我还要听你的话 各位 这个叫命理师 叫去自寻死路 你知道吗 我去听一个没有运的人的话 我不是要去自寻死路吗 很多人你们不知道这种概念 你们不知道说 你不要以为人家有求于你 你就要帮人家 为什么 因为 运程是会感染的 你今天都是衰人 你附近都是衰人 你就算很好运 你会被他拉下去 所以来讲 我不想我的运程 被这一些人拉下去 那我会怎么干 我一定 就只有你听我的 不然的话请你滚 不然的话就请你滚 为什么 你没运啊 我干嘛还要听你的话 我听你的话 就像你现在的状况啊 经商失败 感情出问题 那我还听你的话干嘛 听你的话就会跟你一样 了不了解 听你的话 就会跟你现在一样 那我命理师 我干嘛拿着我的生命危险 听你的话 各位 这是身为命理师 你们要当职业的 或者是说 你们要帮人 你们不一定要当职业 你们要帮人 你们都要知道 就是说 职业的很简单 你前来也就好 你前来我就帮你 那你们假如是业余的 你们要帮人 绝对不是人家跟你们讲说 你会懂命理喔 帮我算一下 你就在那边帮他算 你就完蛋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一个人 他就觉得说 他的位阶会比你高 为什么 你帮我算啊 你是帮我的呢 你帮我的呢 我把我的八字给你 让你练习的呢 让你练习的呢 所以他的态度会很高 那你会批的很累 而且呢 你会批的很累以外 你还非常的没有尊严 到最后还要被人家 有些客人来讲 会 让你 感受到 他就拼命乱问 他就拼命问 然后呢 到最后说 你就是这样而已 很多人都这样 因为这是人性 身为命理师 你要相信人性 是非常显恶的 人性不是善良的 记得 我们身为一个命理师 我们的客人都这样 跟他讲完了以后 你知道吗 他暂时脱困了 就是说他暂时好转以后 他又回复原样了 然后等到又出问题的时候 又出问题的时候又回来 老师啊 我又怎么样了 当时候叫你敢 你为什么就不敢 就 开始又来了 所以很多客人都被我骂 很多客人被我骂 很多客人被我骂 你不要当我没客人 骂我 客人多 我收过了 我在 假如以我的收入在 在你们大陆 我是破百万的 我是破百万的收入 在你那边还算不错 中阶以上 所以我不在乎我有没有客人 那 这一个人 他就是 不知道 他还在讲说 我要很厉害客人才会来 他还在停留这种阶段 所以 他一定 他假如是命理师 他会经营的很辛苦 不会跟我一样 爱做不做的 那是因为我对命理很有热 我对命理很热情 我想要把 我的所有的东西 可以都全部交给各位 所以我才会拼命的拍影片 拼命的做直播 就是把我懂的交给各位 不管是在命理 不管是在命理 不管 是在 做命理师这一块的 专业技术 这些我都希望交给我的学生 有啊 我今天就没客人了 我今天就没客人了 明天又有客人了 烦都烦死了 所以各位 你要去了解 命理师 重点 你的那个主客地位 你要先抓住 不要被客人牵著鼻子走 你知道吗 你不要被客人牵著鼻子走 我简单的讲一件事 那老板 我台北有一个老板 他去贷款 他跟我讲一件事 老师啊 这个贷款假如贷下来了 我跟你说 我给你100万 我给你100万 他这样直接跟我讲 他的贷款下来了 他给我100万 我跟他讲一件事 不需要 钱对我来讲 不需要 我已经够活了 贷款是他在贷呢 对不对 对不对 然后我只是在预测说他能不能贷款成功 我跟各位讲 他贷款成功了 那我会不会去跟他要那钱 不会的 所以当你可以做到这样的时候 你的客人客户群 跟你说 不一样了 瞧不瞧解我的客户群 很少是那种一般上班族 我这样子跟各位讲 我的客户群很多都是老板 上班族差不多就只占我客户群 里面大概一半而已 绝大多数都是那一种经商的 甚至都是当老板的 你有没有遇过 那种老板他是怎样 我跟他讲 你在这一年 你 你会破财 他就跟我讲说 哎呦 香港的命理师跟他讲说 他那一年是他的用神运 结果他跑去香港赌博 他跑去香港赌博 我就说你那一年就 就劫财克财 必定赔钱 他说对 就是赔钱 好险赔的不多 赔2亿人民币 我说你他妈的2亿人民币 你给我你给我几千万 我就在后面睡觉了 各位 2亿人民币 他叫做没有赔很多 那为什么 因为他4间公司 要不要解他4间公司 那请问你要怎么应对这种人 还在命理过三关 不需要过 了不了解 他们这一群人 这个高高在上的人 他们看的人 比我们看得多 他们看人眼光比我们要准 他为什么要选择 选择你 因为他看得起你 所以 不要做这一种 我们常讲的 这个叫做死 你知道吗 那叫做死 所以 一般来说 很多人会觉得我很奇葩 说一个完全没有命理管的人 我没有命相管 这个这边就我工作室 我拍完影片 就去睡觉了 就这样子而已 这边就是我的工作室 各位你就会 没有一个命相管的命理师 我没有命相管的命理师 而我的学生 有很多都跟我一模一样 是没有命相管的命理师 而且 他们收入并不低 然后最重要 他的态度跟我一模一样 他的态度跟我一模一样 因为我说过 我教的是职业命理师 什么叫职业命理师 要靠这行吃饭的 所以你们会发现到 我不一定跟你讲命理 我们有的时候会跟你讲的是 你要如何在这一块去经营 不管你是职业的 或者是你是业余的 你总不希望说你在批命的时候 那客人 把你叼到 你不会讲话吧 你们一定有遇过这种 到最后就是乌鸦 啊啊啊啊啊 这样子 不知道要讲什么 那就是表示你被客人牵着鼻子走 所导致的一种现象 那就是你们的 那个批命的技术出问题 所以才会变成被客人牵着鼻子走 你不像我们 我们批完到最后我们都会问一件事 这件事是命理师的大忌 但是我们却会这样做 你还有什么要问的 赶快问 各位 你敢这样问你客人吗 我们批完了以后 我们跟他讲 你还有什么要问的 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 客人就摸摸头 老师啊 我想知道的都已经被你讲完了 各位啊 就这样子啊 所以 在经营这一块 各位 我们不是打广告 你没有看我在打广告 但是呢 我会做一件事 因为我非常喜欢命理 我会把我的东西拍成影片 我会做成直播 给各位看 来讲的话 你要有好的客人 我跟各位讲 你一定要想要有好的客人 你要有好的客人 怎么做 你要先有资料给人家看 像我以前是写部落格的 所以他那时候还没影片的时候 大家都看我文章 看我写的文章 他认同我这个人 他自然就来了 认同你这一个人 他就来了 同样的道理 现在有影片 那在座各位 为什么我的影片量很大 我的影片量很大 那是我的用神 因为我需要比肩 比肩就是大量 比肩就是大量 我需要食伤 食伤就我的专业 所以这两个结合在一起 就是大量的影片 你们在这边看到的 是我 今年才穿过来的 我在油管的影片 3000 3000部以上 也就是说 你们是看不完的 3000部以上 你们是看不完的 再包含呢 我2012年就开始在写文章 那简直你们这只会 我不要求 那种人气 各位 你不要以为拍影片 做直播是要人气 不需要的 他要的是什么 这一边就是 可以教各位 他要的是 这个影片的量 那这个影片量他会传到 网路上的每一个地方 你的东西不管任何一部 被别人看到了 他假如觉得你讲的不错 他会一直 在找看看 你有没有其他的影片 假如有的话 他会一次性的一口气把你看完 他会一口气的把你看完 像我来讲的话 你是不可能 你看那10年 你可能也看不完 你看10年你也看不完 因为你只要一天没看 我又多3、4部影片在那里 来讲 你就会看不完 但是你会怎样 一直看他的影片 然后你越看的时候 你会越认同这一个人 当你认同他的时候 各位 客人就来了 老师我看了你影片好久 哦 就是好客人 这就是好客人 所以 不用打广告 没有在打广告 你打广告 来的客人 命理过三关 你就是要表现你很厉害 客人才要让你算 那是很烂的一种做法 你要花很大的力气 而且来的客人 不见得很好 是无声 你好 所以 这是第一个要跟各位讲的 很多人都有一个 很多人 都有一个观念 就是我要很厉害 我要展现 我很厉害 要让客人很认同我 所以他造就了一种观念 客人就是说 你要把我批准了 我才要让你算 你要把我批准了 你才 我从来不干这种事了 我从来不干这种事了 会干这种事的命理师 都很辛苦 就这样讲 你去找那些有名的 我问你一件事 你去找那些大师 香港的李居民 李居民你要把我算准哦 我才要让你算 你神经病 客人多的要死 不欠你一个 滚蛋吧 对不对 各位 所以不要做那个很low的业务员 了不了解 那是很low的业务员 那这样子 我也轻松 而且我会怎样 很多的时间研究我喜欢的东西 我相信你们都希望 钟荣毅最好在拍一些影片 跟我们讲一些命理的东西 我相信你们都 希望这样 那 是不是我就不用被这种客人 傲客在那边纠缠 我顾客 我顾客就像你这样子来的 就像你这样子来的 对不对 你看我直播 然后就去看我的影片 当你看了一百步以后 那你真的出问题了 对哦 我来去找钟老师 你慢慢补 这边 现在大概一百步 一百步 油管那边还有两三千步 慢慢看 哈哈哈哈 要知道 我 三年前就在拍影片 那假如三年前都拍影片 我一天一步就好了 也有一千多步 也有一千多步 问题我不是一天一部影片 我不是一天一部影片 哈哈 哈哈哈哈 所以 我的客人怎么来的 网路来的 我的客人一半以上都不是台湾人 所以我会算到国外人 我会算到国外的 原因就在这里 我有很多客人马来西亚的 澳洲的 加拿大的 很多啊 大陆那一边 你们这一边的 也很多啊 反而台湾人 不多 他占不是很大的比例 所以网路好不好用 好用啊 没有没有命相馆的命理师 比那些有命相馆的还满 哈哈哈 原因在哪里 各位不是我很厉害 我不用展现我很厉害 我只要展现到 你认为我很厉害就行了 所以我不用 证明我很厉害 我会让你认为我很厉害 多看我的影片 你就会知道 哇 卡妈 这一个人 简直是神棍 有问题 有问题来去问他 要学会这一招 了不了解 要学会这一招 不要去做 那一种吃力不讨好的事 让别人认为你很厉害 跟你自己证明你很厉害 人家还 人家还 还会吐你吵 哇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了不了解 这两个不一样 好 第一个 命理过三关 不需要啦 你假如这样做的话 你连第一关都过不了 好 第二个 我们来看 什么叫流年 混蛋流年 流年本身很混蛋 为什么流年很混蛋 我说过 流年本身的第一个 他受大运的影响 他也受流月的影响 所以他很不稳 他情绪 他非常情绪化 所以 当你的用神是出现在 流年的时候 反而时常 像洗伤温暖一样 好的时候很好 坏的时候很坏 但是通常你们会记的是什么 你们会记得是坏的那一点 为什么 因为人对坏的感受是好的三倍 也就是说我今天给你一百万 我给你一百万以后 你好高兴 我有一百万了 但是我把这一百万收回来的时候 你永远只会记得他妈的钟容易 妈把我的一百万拿走 可是你不会记得前面 因为后面那是痛苦的 你们会记得是痛苦的 所以流年他就专门干这种事 流年他就专门干这种事 所以 流年专门干这种事的时候 就很头痛 他就会变得很头痛 这也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 常常在讲流年走什么 你就要特别注意 那个运 那我们来看一下 摆摆上这个八字 好 摆摆上这个八字 来 各位 耕申物子魁友 耕申 这是他大运在甲申 去年的庚子年 来 各位 你看一下他去年的运程是如何 你们来看看 财运 官运 各方面的运 你们来看看 他是什么情况 开始练习批命 开始练习批命 去年他是怎么情况 官运 财运 各方面的运 赶快动笔起来 不是要学八字吗 学八字就这样学的 不要知道答案 自己先讲答案 让人家告诉你答案 更生物子魁友 更生 这是个女命 就是在这里 年月日时 我都圈起来了 这就是日主 日主在这里 更生年 物子月 魁友年 更生时 大运甲申 去年的庚子 好运 虽运 印旺 印旺 旺旺旺旺旺旺 土申金克甲木 天干应克食伤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 印克食伤是什么东西 哈哈哈哈 他的官运呢 桃花如何 工作运如何 财运如何 现在不是在讲这些金木水我土 你要批出来嘛 他的财运如何 ,官运如何 桃花如何 批病不是要知道这些吗 去年 心情不美丽 哈哈哈 还有勒 财运不好 怎么没有人讲他的桃花呢 不用啦 就批给我看嘛 批 财运不好 他的桃花呢 桃花不好 桃花不好吗 应该还不错吧 桃花在这里 桃花在这里 土申金啊 还不错吧 哈哈哈 金生水 应运也不错啊 对不对 各位 这就是批命了 这就是批命了 前几天你们都在看我批 现在叫你们批 现在叫你们批 你看批 你看批的是这个样子 哈哈哈 现在是叫你们批 结果批的是这样子 好可怜哦 哈哈哈 跟各位讲 他去年全部都很差 他去年是日主授克 很严重 你知道吗 他日主授克 的一个状况 非常非常严重 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 他也不是日主授克 是他突然会出现 很大的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第一个 他的一个官运 你看哦 戊土申羹 照道来讲 来申癸水 这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一旦没有羹羹 他变甲木 直接克戊 所以他在去年的时候 他所记得的 就是 感情上 工作上 完完全全 都不行 为什么会完完全全都不行 他也不知道 感情上被人家骗 破关 他地支的一个状况 他流 你看哦 他流年 止水 止水 受伤的时候 等同日主授克 又等同他的日主授克 各位 然后呢 他假如 四火五火 这是他的财星 他还大破财 他还大破财 也就说 他印象深刻的 完完全全都是这些东西 所以他在去年 你看整体排列出来 其实还算漂亮 可是实际上 他却经历的是 他却经历的是什么 他却经历的是 他呢 出现了什么是什么问题 婚姻出问题 工作出问题 财运出问题 各方面全部出问题 各方面全面出问题 要不要解 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因为流年 本身就是个王八蛋 所导致的这一种现象 看起来都不错 可是呢 实际上 却是乱七八糟的一种情况 却是乱七八糟的一种情况 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下 各位 是不是 又开始了 这个很标准的 升墙的八字 对不对 升墙的八字 所以 刚好嘛 你升墙你走 走 你走那个 硬笔 当然不行 这时候又有话讲 这时候是不是又有话讲 可是实际上 各位 他就是在流月里面 在搞鬼 所以我们常常跟各位讲 流年 他是一个假象而已 流年是一个假象 你很容易呢 你今年走什么运 你就是那一方面出问题 流年是一个假象 所以流年 他 很很容易跟你的 传统学里面取出来的喜迹用神 完全不相干 会完全不相干 所导致的 所以 这一种情况 我相信 在座的各位 时常碰到 时常碰到 在座的各位时常碰到 也就说你都认为 你的喜迹用神 到了 我的用神到了 我应该要好 奇怪 没有 我的祭神到了 我要插 也没有 也没有 甚至我碰过 我碰过 我碰过怎样 秉升年 丁酉年 这是不是都火金流年 对不对 这是流年 他在秉升年 赚了1600万 1600万 他在想 大运没改变 八字也没改变 火金 隔年 隔年也是火金 他就说 这样子 我只要赚1000万就好了 不要赚到1600万 那么贪心干嘛 对不对 因为他火金流年 他赚这么多 他隔年是1600万 就前面加个负号而已 前面加个负号 他整个傻眼 他整个傻眼 各位这不是归零 是负债 为什么 因为是他帮人家代客操作 1600万拿了 他就会去买车买房 这些扎扎实实的 要赔人家1600万 那时候 车子就贱卖 房子就贱卖 到最后 有一个好老婆 有一个好老婆 去帮他把钱筹出来 然后来找我 我就说 你的八字 这一年你赚到最多钱 隔年你大破财 他就说 对老师就是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 不是都一样吗 我说排列组合完全不一样 排列组合完全不一样 什么原因 就是排列组合完全不一样 你以为丙火跟丁火是一样的 你以为三金跟有金是一样的 完全都不一样的字 他假如一样的话 他就只要写金木水火土就好了 他干嘛还要写丙火丁火 他就是不一样的东西 不一样的东西 怎么会产生一样的效果 不然的话 他只要一样的就只要写金木水火土就好了 所以 不要把 火 你走火运 丙丁火都很好 没那一回事 没有那一回事 所以 这个就是我们一般 很容易犯的这一种错误 而这一种错误就是在于 在批命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常有的一个迷思 就是 我的喜记用神是固定 其实呢 你假如把这个东西套在大运 还勉强可以用 因为大运不容易改变 但是你套在流年 这一种状况的话 其实都很惨 其实都很惨 这也就是为什么 你们在网络论坛里面 时常 就为了用神 大家在那边真的你死我活 可是实际上真用神有用吗 不就批出来就知道了吗 为什么不批命 为什么不批命 这就我常常觉得很奇怪的地方 不是批命就知道的东西吗 为什么大家在那边吵个老半天 为什么要吵个老半天 这个就是 我都觉得很奇怪 就都不验证 然后到最后就在那边讲道理 真的脸红耳赤的 真的脸红耳赤的 对不对 就很简单 这边来 随便一个人八字给我 看看谁的手术块 把八字给我 出生年日 19 多少年 几月 几日 几点 性别 19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我靠妈 怎么大家手术那么快 1994年10月8号10点45 西西 你的 你是哪 你的出生地呢 哪一个省 哪一个 哪个县 安徽 安徽合肥 各位 我认识他吗 我认识西西吗 我当然不认识他 对不对 你学八字不就是要这样子去练习 去验证吗 让他看一下 安徽合肥 贺肥 53 扣十五分 十点半 还OK 这一个 1994年 10月8日 10点 我们来看一下八字的状况 以示钉有回有 贾序 这是不是你的八字 西西 贾序 回有 丁卯 以示 示的话打个yes 那我就知道了 好 那我们就知道 这个八字 我们先看一下他的本命 他本命 他的本命 癸水 去生甲乙木 所以他的应运很强 他的官运也不错 他的官运也不错 那再来呢 我们看一下他的地支 他的地支 就是 卯木 生四火 那再来生去土 再来生 有金 所以一般来说 他的财星 就是看这一颗 他的财星 看这一颗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他的一个财星 跟官星在他的本命里面 都是维持的不错的 都是一个 一个 因为这是他人生最重要的两个运 人生最重要的就是财运跟官运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在进入这个运以后 他所产生的一个变化 我们可以知道 他在2014年的时候 他就进入了丙子运 他现在就在丙子 他进入丙子的时候 他的天干还是要癸水 去生甲乙木 生丙 他的地支 他就会出现了一个问题 止水会伤 所以 来讲 他就出现了什么 一样 木呢 来生火 来生土 来生金 但是止水伤 所以他天干地支出现了一个情况 就是他天干的官运很好 可是他地支的官运呢 却很差 所以每次他在工作 他最近在工作都会跟他风声什么 你要升迁了哦 可是呢 升迁升迁升迁你骂个头啊 每次都是都是别人 尤其呢 最近这两年 去年庚子 去年的庚子 来讲 他也没有什么 他的官运整个不行 还有 前年的几亥年 也是面临到 这一种情况 就是都会说你有机会升迁哦 可是实际上 都没有 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 天干为虚项 地支呢 却成为实相的一种特质 天干地支 他的一个不同点 所以这两年了 他只要一听到 又要升迁了 听听就算了 听听就算了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 等明年 因为为什么 因为 明年来说 他走任 今年新丑嘛 新丑也有啦 新丑也有机会 新丑就有机会 今年我们来看一下今年 是不是直丑一合 他的水就没伤了 他的水就没有伤 可是呢 他还是会有几个月会不好 那就是隐月 卯月 卫月 这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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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说你现在在卯月 所以还不会好 那还有一个未月 7到8月 7月7号到8月9号 这一段时间 这一段时间 不会好 那其他的时间 就有机会 其他的时间就有机会 所以今年呢 工作运 就会好起来 今年的工作运就会好起来 但是呢 你在今年呢 你在今年呢 还会有一个时间点 你的财薪会很烂 那就是在乘月下个月 乘月 你的财薪会很烂 所以你要特别注意一下 你要特别注意一下 你的财运 那当然呢 这个月 星毛 然后呢 还有丁友 这两个月 你要特别注意一点 你假如有女朋友 或者是在婚姻上 这两个月 会比较容易起争执 但是不会到离婚 不会到离婚 不用紧张 不会到离婚 那还有 但是呢 还有一个星毛月 这一这一个月 我看一下 星毛月不会 星毛月不会 对 所以这两个月 记一下 你猜星 比较 会不好的 那还有一个乘月 乘月 就会最不好 那其他的时间点 猜星就还算 还不错的 跟昨天比起来 这个好太多了 昨天那个基本上 要什么没什么 所以这一个就会不错 这个就会不错 他的一个运程各方面 就会走的不错 但是在去年的时候 他就会觉得 他妈的不错个屁 那工作都升不上去 工作都升不上去 这 这是一个 能看到他印很旺 这个来讲的话 都是 属于比较文质的 虽然他地支 也有食伤 身材的 食伤身材的 可是 他的印心 还是很旺 他印心 他最主要是看他的印心 他地支食伤身材 很有可能就是说 他工作的一个 属性 可能是什么 城市设计师 规划师 就是动脑的这一部分的 很有可能 他是动脑这一部分的工作 他地支还是有一个食伤身材的特质 程序员 这一类的 很有可能会做这一种 这一种工作 琵琶字不就是这样子 我要问你什么事 在座各位 你们不是学八字就是要学这个吗 你们学八字不就是要学这个东西吗 就是不要问人家 明年食伤年刃 刃来讲的话 刃水生甲 甲木 然后呢 再来去生 丙火 所以一般来说 你在明年还算不错 而且你明年呢 不管是在官运 官运明年会特别好 你的官运在明年会特别好 要不要给你的官运明年会特别好 今年呢 也还算可以 就是在工作运会提升起来 但是呢 他就是一个提升而已 那明年来讲的话 是你的官运会特别强 你的官运会特别强 食伤不好 没关系啦 那就是表示说 哎呀 脑袋瓜子 打劫了 打劫了 所以有很多东西你知道吧 想不出来 就这样算命一样 你知道吗 灵感十足算的特别准 阿妈呢 食伤受伤 怎么算 那判断力就很差 所以 明年你自己注意一下 你的食伤会很弱 明年的食伤很弱 所以情绪方面会比较低潮 他会比较低潮 所以各位 你会发现到 虚实相 虚实相 官运很好啊 可是呢 是不是地支被干掉 所以 他所展现的 是什么东西 每次都跟我讲 妈的要升我职 每一次都喇叭我 连续两年喇叭我 对不对 今年呢 今年有机会 今年有机会 官运 今年就不好的时间点 就是 银 卯 卫 其他的就是好的 哈哈哈哈 考运不行啊 对啊 因为官你一定是看考 你这个都不行 读书还勉强可以啦 但是呢 考呢 总是我们讲的高分落榜 高分落榜 你知道吗 高分落榜 还是落榜啊 了解 应该考运不行 官运就是考运 官运就是考虑 所以 自己注意一下 今年呢 会比较好一点 明年 更好 明年更好 后年 很糟糕 后年很糟糕 后年是日主受克 所以你要好好把握今年 一年 跟 天干破财就破财又无所谓 你地支 你地支有破吗 天干为虚相 地支为实相 哪一个比较重要 哪一个比较重要 啊 哪一个比较重要 当然地支啊 实相 安稳就好 实相安稳就行 那你今年财运就是 成月 特别注意一下 就下个月 那其他这个只是一个波动而已 就是跟 不一定会赔钱 但是就是 有的时候是你的感情的一个部分 容易起争执 但是这个不会影响让地支真正的状况 也就是说搞感情这时候出问题了 跟另外一半吵架 只是床头吵 床尾合的这一种现象 也就人家讲的 逢凶化吉 逢凶化吉 其实也不是什么逢凶化 本来就没什么事 就表面的吵一吵 可是实际上没有问题 这样子 要特别注意的是 成月 那成月的话 因为呢 他就会变成是 你的薪金其实都 都是有被克的 那就会变成说 只要有女生 就是说你有另外一半的话 就容易呢 表面上 因为你的实际是受伤的 表面上 冷战 实际上 哈哈哈 就 要特别注意 所以下个月 感情的部分 也要特别注意 不用管到后年 你明年都还没过 你管到后年去 这就是批命的一个问题点 各位 批命不要想套那么远 你今年都还没过完 你今年都还没过完 你都给我想到明年去 给我想到后年去 这就是一般人 最大的毛病 真的不是 你现在都 不去好好的 注意你的危机点 你的好运点在哪里 你在那边想说 你以后会怎么样 这时候一个不注意 真的让你噗咚 跌下去的时候 你后面的好运全部葬送掉了 你后面的好运全部上送掉 你要这样吗 所以为什么 我们在跟人家批命 我一直非常强调 你不要跟我讲说 你以后会怎么样 你现在的条件是什么 你要怎么去掌握 对你有利的时间 避开对你没有利的时间 因为你只要在这一些不对的时间 随便一个你掉进去了 少则 两年三年的浪费时间 有的人 各位 两柱大运20年的时间来填 就这个一个月两个月出的大问题 所以批命 现实一点 这就是我常常讲的 我不跟你讲那些 人家讲的那些大话 你的八字会怎么大富大贵什么的 不要讲那些 只要当中的一个危机点 你没有跨过去 你那一些都是假的 了不了解 你那些都是假的 所以 各位 你知道这种批法是针对什么人的批法吗 针对老板的批法 老板他就是要用月来看的 因为 他每个月 我有个客人 他每个月的资金周转就是3000万 到4000万 周转 他手中的现金要周转 他只要一个月出问题 各位 那就很 很危险 所以他必须要用月来判断 他是必须要用月来判断 那一般的人 我们一般的人用年 其实差不多 但是呢 会有几个重要的月份 那个是一定要记的 因为 那个重要的月份 很有可能是你工作上的问题 很有可能是你财运上的问题 这个是最重要的两个月 你一定要去记 或者你日主授课 在那时候 你要特别注意 所以 来讲 一般的大老板他是12个月 每个月他都要知道了 那一般的人 重点月份 他要知道 因为一般的人来讲 他的变化幅度不大 你是工作的 其实你每个月就在工作 其实变化幅度 不会很大的 没有说 像那种老板 后来一下子一个不注意 就整个垮掉了 一般的工作不会 就算犯错了 对不对 也不会马上叫你滚蛋 所以各位你要了解 我们在批命的时候很现实 我们是很实际的 我不跟你讲说 你未来成就如何 你现在只要一个坑 没有跳过去 你的未来成就 就真的是梦而已 真的就是梦而已 所以 这一些点 就是 该要去注意的 该注意 则注意 这个就是改运的方式 这就是五行派很重的东西 五行派很重是什么 你危机点跳过去 你危机点跳过去 是不是就没事了 接下来就是你的机会点 你就好好的去掌握 他达到趋吉避凶的一种情况 他去达到趋吉避凶 就是 危机 的时候 就是我在衰运的时候 我可以减少我的损失 但是在好运的时候 我可以怎样 抓的更多 你是不是在衰运 你的损失很少 你好运的时候 你的 你所获得的很多 这样加加减减起来 你的人生就往正向去 你的人生就往正向去 所以 各位 批命 没有很神奇 批命就像这样子而已 批命就是像这样子而已 没有很神奇 所以他不神奇 但是很实用 了不了解 很实用 而且我说过了 八字不会决定你的命 他是决定你的运 当你了解了这些运了以后 你就知道 你在这一种运势下 你要怎么动作 你要怎么去防范 什么东西是我可以做的 什么东西是我不能做的 不要刚好 明明就不能做的时间 你偏偏去做 不该结婚 结果你结婚 结果现在 跟老公两个在闹离婚 这我时常碰过的 我的学生也这样 他说老师 我就在错误的时间 做出错误的决定 我现在在弥补我那时候的 状况 这太多了 所以五行派 为什么他是以月在计算 因为很多危机点都藏在月 年只是一个像而已 不是很精准的像 月才是 月才是比较精准的 甚至有些会到日子里面去 但是 很少玩到日子 是会算流日 那我不算 偶尔算一下 就是展现神算给你们看一下 但是通常 不太玩那种东西 月份 注意一下 就够了 所以 当你了解 我相信 在座各位 你们今天看 不是来看热闹 你们今天来看 是要了解 什么叫八字 什么叫做命理 那我把我所会的 我是这个行业的人 我把我的经验 跟你们讲 让你们去了解 什么叫做命理 我不给你夸大那些东西 因为 我本来就不神 我说过 我不是神人 我就是一般的命理师 但是 我过得比一般的命理师 还要好 我不愁钱的人 你看 我刚刚讲的 他贷款下来说要给我一百万 我说不需要 那给我那钱要干嘛 我也花不完 所以 各位你就会知道 我们面对的是什么人 我们在面对这些人的时候 我们的算法 就像现在这个样子 各位 你看 我们一般的人 又会有什么样的锚点 他就想要知道 他未来 他到底可以升多高 可是 都是幻想 为什么 因为今年还没过 明年还没到 就在那边幻想 后年 大后年 我未来成就有多高 慢慢想 绝对做不到 因为 这当中只要一个月 出错 什么都是假 八字就在跟你讲这种东西 你只要出错 什么都假的 所以 为什么我对批命来讲 我在讲 我假如只要是进入批命的状况 绝对 没有你们讲话的余地 没有你们讲话的余地 因为我对八字非常看重 你假如说平常在那边讲那些 什么命理教学的 那个我还可以跟你嘻嘻哈哈 但是只要进入像这一种批命的话 我绝对不跟你嘻嘻哈哈的 该重点是在哪里 你该注意就是注意 因为 你要知道一件事 批了命 还不见得会改运哦 你明知道你这时候不好 偏偏你就躲不了 很多都这样 所以其实改运非常非常难 改运非常非常难 所以 各位 虽然他不是决定你 等命的主因 但是呢 有的时候啊 你真的还真的没办法改哦 那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那我们明天再会 拜拜